大家都收不收到我下午传给你,收到,你不用印出来的,通常我会印了带来给你,那是给你看一下 还有如果有图画的那里就会看到七彩,这里印出来就只是黑白的 上一次我们简单讲过以西结书的道论 我们有少少时间进去第一章,但其实是不够时间的 我们今天就要进去第一章,第一章是不容易明白的 因为整章都是讲那些的意象,那些意象实在是不容易明白的 不过我们也试一下,因为很多人做过很多的研究 我觉得有些的研究是过了火的,但是有很多是很好的结论 所以特别是唐有之博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唐有之博士 他是旧约的专家,所以有一些他的分析是相当不错的 好了,我们开始看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时候,首先我们有几个W 第一个W呢,就是who呢,究竟我们现在讲的是谁呢 我们在查以西结书,这里里面所讲的我我我,当然就是以西结了 那么以西结我们上一次讲道论的时候呢,我们就讲过说以西结是跟弹以理同期的 就是住在南国那里 当他们弹以理和以西结的时候呢 北边,就是那十个支派以色列国呢 就已经是忘了的了 那个是在主前七八二十二年 然后之后南国剩下的 南国因为有些好的皇帝,所以神给他有多一百三十多年 那么旦以理和以西结就是在约西亚皇这位是很敬虔的皇帝 那段是復兴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在那个时候长大 所以他们年轻的时候呢 是奠定了他们信仰的基础 令到他一生都是被主所用的 以西结我们说他是第二次 巴比伦来劳略犹大国的人的时候呢 他是连同其他大队有一万个人是被老的 那段以理呢就是第一批被老 第一批呢就不是很多人的 第一批呢就是那些年轻财俊 捉去巴比伦呢 是想将他们洗了脑 第日用他来治理那些犹太人 换句话说呢 即是巴比伦那个皇帝尼布甲尼撒 老祖已经是有野心 要来拿走那些人的了 但是呢他就很聪明 他知道犹太人很难管理的 所以呢他先是捉了一帮年轻财俊 去训练了他们 将他们是洗了脑 改了名 又教他们的文字的那些呢 让他们来到将来管理 要捉回来的那些犹太人 第二批呢 第二批就 597年呢 捉了一万个有手艺的 又是在圣殿里面的 这一帮呢都是比较好的 有知识的分子 以西结是其中之一个 然后呢 再到 五八八十六年 主持五八八十六年 那一次呢 巴比伦就去到那里 将所有的犹太人 都捉回来 巴比伦那里了 以西结被老 到 最后一次灭亡呢 中间大概有 十一十二年 左右 好了 以西结被老的时候呢 上次我们说他多少岁 多少岁 25岁 他二十五岁 他是在一个祭司家庭出生 他就准备是做祭司的 他的爸爸都是祭司 他准备是要在圣殿里面服侍的 但是他二十五岁就被捉 我们说 祭司是多少岁开始服侍的呢 是三十岁 所以他去到 巴比伦那里有五年的时间 上次我们说那五年一定很难受 因为他一生都在预备在圣殿里面服侍神 谁知二十五岁就被捉了 他以后都没有回去 在二国的地方 后来圣殿又被捉 他根本是没有机会做祭司的 所以他在那里 可以说 凳了五年东姑 那五年 一定有很多的问号在 到底我的一生到底是不是就是这样 浪费了呢 从第一章 是他突然看到这个异象 然后神才呼召他 即是神没有在前面五年 有给他任何的信号说我会呼召你 即是那五年 可以说是一个静默的时间 是他可能很疑惑的时间 但是他对神的信心应该 就没有改变 所以 以世杰书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是三十年 三十年的意思就是说 他当时刚刚三十岁 即是他已经在巴比伦那里 有五年的时间 他去了巴比伦那里 过了五年之后 还有七年的时间 因为十二年 还有七年的时间 犹大国才是亡 所以他开始 做先知的那七年 是一直在说给人们听 如果 犹太人 不悔改的话 神的审判会来到 他们的国会亡 他们的圣殿都会被毁 他是在说给他们听 有七年的时间 所以以世杰书四十八章 有前面的二十三章 是 那个南国 即是犹大国 还在 但是他们是在巴比伦那里 但是很奇妙的 就是神给他看到 耶路撒冷那里的景象 他不用回去 神给他看到 然后他就说出来 一到了二十四章 你可以看一下 一到了二十四章 神就说 现在巴比伦 来围困 耶路撒冷 即是已经 灭亡的日子 就已经到了 巴比伦是围困了 耶路撒冷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然后就灭了他 即是由主前五百八十八年 到主前五百八十六年 是在围困着 耶路撒冷 就将他后面 就将他灭了 所以 二十四章第一第二节 如果你去那里看 他就说 人指 今天正是巴比伦王 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 就由二十四章开始 就是 围攻耶路撒冷 那二十四章之后 二十五章一路 下去 就是南国已经灭亡了 神的审判已经来到了 前面那二十三章 是一直在警告那些人 说审判就来了 你还不悔改审判就来了 到二十四章 就审判开始 然后之后 他的message 就是说将来神 怎样是会带他们回去 是怎样会重建 是很多鼓励的说话 这个是大概 以西结书的结构 所以 谁呢 谁 就是以西结 when 我们都知道 以西结一开始的时候 是他三十岁 他大概做了二十二年才知道 前面那七年就是写前面那二十三章 然后后面那些 就是亡国之后 写的 where 在哪里呢 你第一章 那里也交代了 在哪里呢 他们被老去到哪里呢 就在加巴鲁河 加巴鲁河 如果你记得 诗篇第137篇 就是说我们是去到巴鲁河 在河边那里 是不是 在河边那里 是全部被老的那些人 是在河边那里 然后巴鲁河那里那些人 就叫他 你唱些歌来听一下 唱些喜乐的歌来听一下 他们就说 我们这么悲惨 怎样唱到 这些歌呢 这个就是诗篇第137篇 就是记载他们那一段的时间 其余那些的犹太人被老呢 都是在加巴鲁河的旁边 那条是一条混河 那里我上次说 不是一个贫赤的地方 在混河旁边的土地很肥沃 他们耕种 在那里生活得很好 他们又可以做生意 巴比伦王又给他们自由活动 自由经商 所以他们的生活 其实是不错的 这个我相信 跟神安排 但以理在第一批 被老 入到皇宫 很快就 被 尼布甲尼撒王赏 对其他那些人来到的时候 被优待 这个是有关联的 这个Ware 就是他们在 加巴鲁河的旁边 又要屈 有什么事发生呢 在他30岁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呢 这里第一节说 天就开了 天就开了 好了 你看我今天给你的补充资料 天开了 是什么意思呢 天开了就是被人可以看到天上的景象 天上的景象是我们平时是看不到的 我想我们查以赛书的时候我曾经给过一个图大家看 就是三重天 天是有一重 两重 第三重 一重天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天 第二重是出到太空的了 然后第三重天是最高天最高的地方 就是神的所在地 所以天开了 人是可以看到天上的景象 这些异象 我在这里说 我就说 天就不是随便为人家开 不是随便为人家开 在圣经那里 看到圣经说 神打开天上给他们看到 只有几次 我这里列了出来 第一次天开了是主耶稣在约旦河 接受洗礼 完了之后 是天开了 然后有声音 是说这个是我的爱子 这个人是看不到的 那个天开了只是 圣父的声音下来 所以没有人看到 然后使徒环传第七章 史提反殉道的时候 在他最后殉道的时候 他说 他说看见神的荣耀 又见到耶稣站在 神的右边 他就说 我看见天开了 人只站在 神的右边 他直接看到天上 看到主耶稣 主耶稣是应该坐在 父神的右边 但是当使徒环传道那一刻 耶稣基督是站起来 好像是欢迎他上去 他说我见到耶稣基督 是站在 神的右边 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 是曾经被提到 三重天 听到隐蔽的声音 那个同 在地上 看上去 看到天开了 看到天上的 景象 是有点不同的 他直接是被提到 天上去 但是他没说 他回来没说 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他连自己 说是他被提 他也是用第三身 一直都不说 不过去到 哥林多教会 是逼得 他不得不说 就是说 我上去听到 隐蔽的声音 马上就是说 神给他有一根刺 让他不要太骄傲 因为他的启示太大 请问那根刺是什么刺 是什么 很多人又说他 看不到 说他的眼睛有问题 说他刺不知什么 是physical的 一根刺 你想起一根刺 就是不知道他刺什么 眼睛也不好 所以他有一张 他说 我的签名很大的字 但其实 那段圣经又说了 是什么的 你自己回去看 不用猜的 不是physical 不是physical 接着说 就是什么 后面你自己回去看 好了 然后 然后 约翰 我们查启示录的时候 启示录是天开了 他说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 说开了 然后 他就上去 他是灵被提到天上去 就在天上神给他看到 末世的景象 所以在地上 没有上到天上 而天开了 看到仪像 真的很少 以色列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所以我这里说 我都提过很多次 我不相信 那些 上去天堂 游历一番回来 又写书 又拍电影 那些 那些我很大怀疑的 我很大怀疑的 因为整本圣经只有几个人神让他上天上去看 怎会现在突然间 整班人是上去的 整班人是上去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 天开了 第二 他还看到什么呢 他说 我观看 这个是第四节 或者我们不应该先去到第四节 我们看看 他说天开了 那帅火的大 这里是说 出开及记十九章 列王记上十九章 诗篇十八章是有说 当耶和华出现的时候 是有风有火 代表他的出现 但是 亦都有解经家 就说这个北方 是可圈可点的 因为 巴比伦是在北方 所以 北方 乃是神透过北边来 惩罚犹大国 阿朔灭了北国的 都是在北边 所以南边的就是埃及 南边就是以东 那些 神没有用埃及 没有用以东 来惩罚以色列人 乃是从北方那里 阿朔人 后来巴比伦人 都是在以色列的北边 所以就说 这个北方 这些大风 乃是代表神的审判 是从北方那里来的 这个证金 这个讲话 好像光耀的证金 我查的原文 不是说金 不是说精金 是说 黄色的光芒的 礦物 那就是 都是有点闪闪亮的东西 但是那些是否我们今天的金属 我们就不敢说 但是 正经那里说得很清楚 以色列所看到的就是一些很耀眼 好像黄色 金色那样的金属 在那里出来 他看到这些东西之后 接着 第五节到第十 十一节 就是我们今晚要花点时间 讲这个的四个活物 这四个活物 上一次我们也说了 这四个活物是什么来的 很多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但是最基本的那样东西 就是在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 这些是基禄伯的天使 我们看第十四章那里 我这里搜索了 不是 十四页 十四页 第十章第十五节 以色列是说 基禄伯升上去了 这是我在加巴鲁河 加巴鲁河 所见的活物 即是他 在第一章说他见到那些活物 他去到第十章的时候他再见到 他就想起以前 在加巴鲁河那里 见到的活物 他在第十章那里 就说 他们是基禄伯的天使 第20章他说 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 以色列神荣耀 下的活物 我就知道 他是基禄伯 再说一次 这个是基禄伯 去到第22节 他说 至于他的念的无恙 并身体的形象 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 哈门区国 直往前行 他见到在第十章 见到同样的活物 他就记得 以前是见过 在这里 他说 这个是基禄伯 我上次给大家的项目 是说基禄伯天使是一个很特别的天使 当夏娃犯罪被赶出乐园之后 是基禄伯天使在这里守着 不让他们回去 然后 那个约柜上面 是有基禄伯天使 大家两个对着 所以基禄伯天使 是代表了神的荣耀 是很特别的天使 这些活物是基禄伯天使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些活物的样子是怎样 这些活物的样子 回到我给约十三页 是第五节 到第十一节 我们来听听 以西杰怎样形容这四个活物 然后我们才说 为何神要让他看到 是这样的 这些样子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他说 显出四个活物 有四个活物 他的形状就是有人的形象 首先他是像一个人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的样子 因为他有四个练绵 有四个绵 一个人有四个绵 每一个活物有四个翅膀 他们的腿是直的 然后 脚掌就是落到脚掌那里 就好像牛族的蹄 是直落的 即是没有关节的 所以他们是可以 向前行 向左行 向右行 他不用转弯的 因为他的脚是直的 然后他的脚是 好像灿烂如光明的铜 那个蹄 是发光的 他四边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 翅膀底下是有人的手出来 这四个活物的念和翅膀 就是怎么样的 翅膀彼此相接 彼此我相信是四个活物 是在一起 他们的翅膀是大家接着的 那么行走的时候 就并不转身 他不需要转身 他一直向前行 但是他可以转左转右 但是他不用转身的 驱国直往前行 至于念的形象 那四个念 前面就是人的样 右边 国有狮子的样 左边 就有牛的样 后面有鹰的样 国展开上面两个翅膀 双摺 也是说 它们翅膀大家 四个活物 接着的 是上面的翅膀 下面的翅膀 下面的翅膀 是 被遮住身体 所以十四页 那里 我就有 交了一个图 这个是人从 以世杰的形容 是想象出来 是画出来 就是一个好像人 那样 而 面孔前面 都是人的样 但是 他左边右边 分别是有 狮子 还有 牛的脸 然后后面 后面是鹰的脸 就是很特别 这个不是一个 普通的人 有四个的面 好了 我们下面就要看一下这四个活物的属灵意义 上一次给大家的note 那里 我就有quote了几个解经家他认为 这个四活物 到底是代表什么 虽然 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些是基路伯 天使 但是解经家 通常就说 不只是天使 天使 神给他有这样的样子出来 让人们看到 里面是有特别的属灵意义的 一般解经家都认为 这个 天使是代表了 有些说是代表神的性格 神的性格里面 有人的面孔 这个也很奇怪 所以大多数解经家就是说 这个四活物 虽然是天使但是它是代表 神所创造里面 最高贵 最崇高 最合神心意的 被造之物 即是说 这四个天使是我们 人可以来到 模仿 亦都为何被以色列看到 这些像呢 会不会是神在那个时候 被以色列看到 就是说 你要被呼召 你要来服事 你会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 你如果有 好像这些天使身上 那些特质的时候 你就能够 应付这些困难 而做到 神要你做的事工 可能对以色列 是特别的 当时是被以色列看到的 就是要被他看到 就是 天使是受造之物 所以我觉得天使不是代表神 代表所有受造之物 当中 最合神心意的 他就要以色列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我觉得 这个解释 可能 是比较 好 十四章下面 我说 我赞成四活物 是代表了神的属性 以及 祂要人 认识祂的期望 认识就是 透过四个活物 被以色列看到 就是叫他亲眼看到 但是 这个四活物身上的 特性 是人 最高贵 最合神心意的时候 因为 那些都是神的属性 我们来看 一会儿我们来看 然后 今天 耶稣来世就将神的本性表现出来 但当时是旧约耶稣未来的 所以神是透过四活物 将神的属性 向以色列显示 就是说 你都可以有这些属性 你有这些属性的时候 你就能够服侍祂了 那么我们 看到 神是一路 其实是旧约新约 都是很想人认识祂的 很想人认识祂 到今天 神都很愿意我们去认识祂 神是怎样让我们认识祂呢 旧约是透过先知 写了很多东西 让我们认识祂 在这里 神是透过四活物 是叫以色列更加深切的来到认识 神的属性 神这里是说 在古时 予汉福音一章十八节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父怀女的独生子 将祂表明出来 所以耶稣 来到世界上 都是想将神的属性 表现出来 让我们能够认识神 希伯来书 第一章那里就说 神在古时 是藉着先知多次多方 晓语列祖 晓语列祖是什么呢 晓语列祖 神的属性 让人 认识上帝 旧约是凭着先知 是来到 神将 祂自己的属性 向人介绍 但是 在末世的时候 末世就是主耶稣来之后 主耶稣升天之后 在末世的时候 是借着祂的儿子 即是 神自己的 圣子来到世界上 更加让我们看到 神的属性 是怎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透过 主耶稣 就对神 更加有形式 我们是不需要 靠天使 或者先知 是来的 所以今天 你和我不会见到天使 你和我也不会 听到有些先知 说 现在神昨晚又给了新的指示 我告诉你 我们很小心 因为 神的晓语 显示祂的属性 已经齐了 在圣经里 主耶稣都来了 很清楚让我们看到 神是怎样 我们要知道有关于神的 已经是 告诉我们 但我想当时 神要给以西结 特别是经过五年的时间 神要让他 真是很清楚 看到神的属性 因为他以后 那22年的服事 是很困难的 我查到第2章第3章的时候 神是告诉他 我要你去说 告诉别人 但是他们会不听 说明给你听 他们不听 是很困难的 好了 我们看看四活物的特点 由第15页开始 四活物当中 每一个有四张念 为什么神要 以西结看到 这个活物 有四个念 那个样子是代表什么呢 我都赞成解经家 说每一个念是代表一些东西 是有一个 message 是让以西结看到的 好了 我这里 又讲一下四个活物 四个念 是象征什么呢 四个念合起来就是象征了 神的完美的本性 一般就是 狮子是代表力量 代表能力 狮子是代表 权能 代表威严 牛呢 牛是一个谦卑的服事 所以牛和狮子是很不同的 狮子是 就是说权并 说权力 说能力 但是牛呢 从来没有说牛是 说权并 说能力 牛是谦卑地的服事 这个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他和门徒洗脚 所以有牛的服事 勤奋忍耐 然后人呢 人的 学者的看法 就有不同 有些学者说 人是代表智慧 代表智慧 但是你看底下 底下有说 人呢 又代表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其实人呢 都代表了神的荣耀 代表了神创造 那个荣耀 因为只有人 神所创造所有的东西 只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做的 所以人其实是很尊贵的 人其实是反映了神的本性 是比狮子比牛更加全面的 所以人呢 这里说是代表智慧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原备 人有多少智慧呢 英呢 英呢 英呢就有 学者是说是代表神圣 因为他飞得高 可以脱离 世上那些的污围 他飞得高 亦都呢 他是很敏锐 很迅速 他的速度 很优雅 所以英呢 正经那里经常说 是 如英 是 被展示上腾 所以这几个的属性呢 就代表了神的本性 好了 然后呢 下面那里呢 就是第2个学者 他说 活物有人的念 好像是告诉我们 事奉神 行事为人 就要 好像耶稣基督 那样 耶稣成为人子 所以呢 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 我们呢 亦都好似耶稣做人子 这样 来到服侍 狮子呢 狮子就壮胆 刚强 这个一般 解经家呢 都同意的 这个是 没有什么 不同 不同的地方 牛呢 牛代表侍奉 服役 努力 完全的 献赏 而且是向前进 是 一心 就是服侍 没有想其他 就是一心 是服侍 这个 一般解经家 大家都同意的 好了 那个鸣 鸣呢 是代表 高飞 展翅上腾 不以 地上的事为念 以父的事为念 不爱这世界 一心一意 遵行 神的旨意 这个鸣是超越的 这个鸣呢 是 种 动物当中 是比较超越的 这里 带出这个本性 好了 我们看看唐又知 唐又知博士说 他说 无论在哪一个方向看 人的念都是在前面 无论他是怎样转 因为他不转身的 他是直走的 他就算是 打横走 他也是 不转身的 那就是呢 他的面向前 什么时候都是向前 都是人的面向前 那就是 人的形象 就最重要了 他说 左右动物的念 就是一个尖锐的对比 他说 施 和牛 施是权柄 但牛是谦卑的服事 两者好像是矛盾 但是 在主耶稣的身上 我们是看到 他既有权柄 他摆下他的权柄 他谦卑的 来到服事 来到牺牲 所以 两边的念 是一个尖锐的对比 狮子的英勇 和牛的稳健 是可以互相补充 所以婴的敏锐虽然在后面 在行动上 是没有阻碍 这个是唐有枝 博士的看法 这个面 我们就说 带出神 四种的属性 这四种的属性是他要人都有 因为人是按他形象做的 所以人是应该有神那四种的属性 好了 斥旁 四面都有斥旁 形成了一个正方言 四面都有斥旁 在每一方都有斥旁 每面斥旁之下 有人手 究竟是 四个斥旁 四个斥旁是覆盖了四面 不是每一面有四个斥旁 不要误会了 不是十六个斥旁 只是四个斥旁 四个斥旁 两个在上面 两个在下面 是四面都覆盖了 所以他说四面有斥旁 不是每一面有四个斥旁 好了 上面的斥旁 就在念之下 因为看到那个念 因为以世杰是看到那些念的 变成了斥旁不是遮着念 斥旁相接 应该是跟念的面是分开的 所以是可以清晰可变的 下面那两个斥旁 他说上面是彼此相接 彼此相接是四个活物是粘在一起来活动的 我看到那些画家画出来的图 多数是四个是分开的 但是这里是说他们是一次行动的 是翅膀是连接着的 所以是一起的 他们是同心是一起的 然后他的腿和脚掌 腿是直的 没有关节 不弯曲 是飞着这样来行动的 即是他们是在半空的 在半空的 所以他也不需要像我们那样 有关节 是这样行动的 跟人很不同的 然后他活物的行动 第十二节 这些活物 以世杰所见到 以世杰所形容出来的 是怎样呢 他说他过直往前行 只是向前行 不会反转 灵在哪里 他们就在哪里行 这里就很容易误会了 这个灵 因为第二十节 第二十一节 二十节二十一节 是有说到 这些活物的灵 是在 那个轮子那里 提到灵 但是 这个灵 不是指活物自己本身的灵 因为这个灵 是活物跟着他的 活物的活动 是跟着灵 这个灵是什么呢 这个灵原文是说手 神的手 这个很明显 这是神的灵 即是这些活物 是受到神的灵 来到带领 灵要去哪里 他就去哪里 行走不转身 四活物的形象 好像烧着火炭的形状 又有火把的形状 火在四活物中间 上去下来 所以有火 在四活物的当中 他说火有光辉 在火当中 就发出闪电 这个活物往来 奔走 好象 电光一闪 即是他的移动是很快的 但是他移动的时候 是有火在活物当中的 接着看下去 灵有带领的作用 活物 虽然是 很特别的天使 但是他也是受到灵的带领 这个是上帝的灵 上帝的灵 稍后我们会看 以色列又见到天上的宝座 是由那里来 神的灵来到带领 和21节的活物的灵 是不同的 活物的灵 是在灵 那里 这个灵 不是活物的灵 这个灵 是活物 跟着他 行动的灵 在阿兰文 这个灵的意思 就是旨意 神的旨意 神的灵 带出神的旨意 来带领 这些活物的行动 所以活物 是怎样移动 去哪里 都是灵的带领 唐友之博士 这里我读他 这里的重点是 同一个生命的动力 一个本能 一个生命 一个能力 一个动作 一个方向 四个活物 是一起行动的 是同心的 然后神的灵 是他们生命 唯一的根源 这些活物 绝不独立行动 他们服从圣灵的引导 然后第20节 进一步强调这一点 第20节那里说 灵往哪里去 活物就往哪里去 活物上升 灵也在 活物旁边上升 因为活物的灵 在灵中 这个行走 他们又行走 站在那里又站在那里 那就是灵是带领 当时的图 有灵是带领 四活物 而四活物旁边 是有灵子 那灵子 就跟着活物 活物就跟着圣灵 是这样的 那一会儿我们再看 那个轮 那个轮 我们现在先看活物 和火 我们还在第16页 十三十四章 其中 四活物的中间 基本的意义 就是 出海及的时候 出海及记第19章 耶和华 是在火当中降临 即有火有电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威严 这个威势 这个权力 这个是 神 的显然 但是 神显然是在四活物当中 当四活物跟着 宁来到活动的时候 神在他们当中 是给 这些 这些威严 他说 好像火把 诗篇18章第9节 撒美与记下 22章9节 神是加着黑云而来 但在他前面 是有冰雹火炭 所以这个是 神显然 即是 神是显然 在四个活物上面 四个活物 不单只是天字这么简单 而是 有神的威严 在他们身上 所以 于云杰牧师 他也是 研究 这个 以世杰书 他说 这里是形容 活物是带着 圣灵给他的能力 当他们跟着 圣灵来到 行走的时候 神将 他的 圣灵的能力 是 赐过 给那些 跟着 他 来到 行的日 好了 那我们下去 F 活物和轮 轮很难明白 英文是 Rings Rings 是轮 轮里面有轮 一个轮在外出转 一个轮在里面转 那些 藝食家都很努力 去画出来 让我们可以 感觉 但我想 都很难 很难明白 我们看看以世杰 很尽力来到形容 他说 观察这四个活物的时候 看到另外一个异象就是有四个轮子 这四个轮子是和活物分开的 和活物分开 这个轮子是可以在地上 但是活物就在云中 即是一个在天空 一个在地上 地有轮在转动 15节到19节 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 见活物的脸庞 各有一轮在地上 轮的形状和颜色 就好像水 瘡 肉 四轮都是一个阳色 就是四个轮是一样的 形状和做法 好像轮中套轮 这个就是轮里面又有一个轮 外出一个轮里面有一个轮 轮行走的时候 向四方都能直行 并不倒转就好像活物那样 是直行的 至于轮网 轮网就是轮的旁边 是高而可为 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 活物行走 轮也在旁边行走 活物从地上升 轮也向上升 所以轮不只是在地上 轮是跟着活物的 活物就是跟着神的灵 那这个轮到底是什么呢 这也都瞎了 这个轮做什么呢 又说活物的灵是在轮里面 这个轮和活物是很有关系的 活物和轮是分不开的 因为活物的灵是在轮里面 这个轮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16页尾那里 16页尾就是 20和21节 都说活物的灵是在轮当中 20节说 灵 去哪里活物就是去哪里 活物上升 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 因为活物的灵是在轮当中 那这个异象到底代表什么呢 有圣经学者说 这个是代表上帝的供应 上帝的供应 但我又想来想去 我想不到 怎样供应它 供应它 但是活物的灵是在那里的 是看到神是藉着轮来到供应 活物 那又好像 不是想得到 那样 也都有人说 象征神是监察宇宙万物的神 这个说法就是因为轮 旁边 是有 布满了眼睛 有眼睛就是一个监察 这个监察 就是说 神是监察地上传地的 这个轮 是代表了 监察万物的神 但如果轮是代表神 为什么活物的灵 又在这个轮里面 好了 再看下去 要看下去 第17 轮不是随意行动 轮是要跟着活物 所以 这个解释就是 上帝的供应和监察 是不断的随着活物 这个轮是代表了神 不断的供应活物 不断的又在监察 但我也觉得 这个是比较牵强 我们再看下去 轮子和活物一样 是没有 妖族的转动 却能从四方八面运动 活物和轮子在移动的位置 都没有改变 唐友知博士说 轮中套轮 轮中有轮 轮成为两层 这也指轮中套上轮 两个轮就变成四个角落 交叉的轮 即是 东南西北都能监察到 轮本来只是监察两点 轮中有轮 当他们 一个是打横一个打直的时候 四个方向 都能监察 就是向四方旋转 可能是这里的原意 但我看完我也不知道 这个轮究竟是做什么 好了 唐友知博士有说 所有活物都一起行动 神无所不能 看见神的宝座 在动作当中 显明神的威荣 才能看到 神的显在 不止是 耶路撒冷 甚至在秘魯之地 在外邦 也没有解释 那个轮是什么 好了 另外一个圣经学者说 19节到21节 描写 如果活物和轮完全配合 统一的行动 就显示神的传言灵活 活物和轮在运动 完全协调 轮子和活物都不能独立行动 轮子的结构非常复杂 代表人间事务历史 是很错终复杂 不知外情的旁观者 看来好像很混乱 但是其实有神的手在引导 看完看来看去 究竟轮子是什么 活物我们可以明白 活物我很清楚是 代表了神最高的属性 要人来到 去效法 你有那些属性 你就能够在困难当中 来到服事神 但这个轮到底是什么 什么呢 这个轮都可以 17 17月底那里就是 那些艺术人画出来 轮中有轮 你看到 轮中有轮 然后 四活物是在旁边 轮子跟着他 四活物跟着圣灵 这个轮子到底是什么 有没有人有想法 大家回去找找 我对所有 我所看到的解释都不是很满意 不太知道 究竟 轮子是 做什么 跟 神要被 以色列看到 记住这个是以色列 神被以色列看到 是呼召他的时候看到 所以整个异象都是跟呼召 以色列有关 活物我们就没有鸣 活物我们就没有鸣 为什么要他看到轮子 轮子 他的灵是在轮子那里 灵又有神的眼睛在那里 那个眼睛不是 天使的眼睛 有很多的眼睛在轮子那里 这个是监察 神是看到了 四方 看到了地上 这个轮子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我只能够 没办法解释得到 所以我看到这些解释 都不满意 大家回去 练一下功夫 看看你找不找到 想不想到 有更加好的解释 未找到的时候 我们就只是打一个问号在这里 就是说 我们 未太明白 为什么神要以色列在那个时候 看到 这些轮子 接着以色列看到什么呢 22章 22到24章 看到穷仓上面 这里 在一层上面 好像crystal那样 然后在穷仓 看上去天那里 因为天开了 他可以看超越这个天空 他是看到什么呢 他是看到 宝座 但他未看到宝座之前 这里是说 那些活物在移动的时候 是有很大的响声 我听见 翅膀的响声 好像大水的响声 是很大声 有一张全能者的声音 有一张军队 控阳的声音 活物站住的时候 那个翅膀就垂下 但是活物飞的时候 那个翅膀 是发出很大的响声 25到28节 他们头以上 这些活物以上 就是开了的天 他可以看上去 他们站住的时候 他们的翅膀垂下 但他们头以上的穷仓 就有一个宝座的形象 以色列看到 就是神的宝座 这个宝座 好像是蓝宝石 是蓝色的 然后宝座上面 有仿佛是人的形象 上面有个人坐在 好像是人 但是以色列没有很清楚说出来 因为他也是 很远地看到 他就是说仿佛 看上去是一个宝座的形象 宝座上面 好像 仿佛 仿佛 这里出现了 两次 我见他在腰椅上有仿佛 光耀的征金 这个不是看得很实在 所以他仿佛出现了几次 他腰底下是有 好像火 好像光辉 又好像彩虹 这样的 即是很grand 他见到那个宝座 他只能够用人间最grand 这些光辉 这些是 火 火 这些这样 来到形容 但是他这里说 这就是 耶和华 荣耀的形象 这里没有说仿佛 即是他所见到的 可能不是很清楚 他看不清楚 坐在上面的人是谁 甚至 宝座 他只是看到 是蓝色 但是他看到 这里毫无疑问 证明给他写出来的 就是 他所见到的 就是 耶和华 的荣耀 耶和华的荣耀 即是 神给他看到宝座 这个我们又 记起我们查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 以赛亚蒙照的时候 神是给他看到 那个宝座 但是那个宝座不是天上的宝座 他看到天上的宝座 看到耶和华的荣耀 以赛亚是在哪里看到神的宝座 在圣殿里面 在圣殿里面 是不在天上的 因为坐在宝座上面 他的衣裳是垂下来圣殿那里 即是他在圣殿那里 所以他就看得清楚了 他就看得清楚了 那坐在宝座上面那是谁呢 那时候我们查以赛亚书有解释的 记不记得 不是我们想出来的 约翰福音十二章 说以赛亚见到 见到 他的荣耀 是指哪个 约翰在新约的时候是指着耶稣 指着耶稣 所以很明显 以赛亚那里解释得很清楚 因为约翰圣灵感动他 是指以赛亚曾经见过他 就是主耶稣的荣耀 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 但是这里 是看不清楚在宝座上面那个是谁 但是我也很相信 旧约我们以前查 坦尔里书有查过 以赛亚书有查过 是说 到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是否在地上 千万不要以为 主耶稣是 在马祖出世才有主耶稣 新约才有主耶稣 旧约有没有主耶稣 成本旧约都是讲主耶稣的 不过是指向将来主耶稣来的 所以主耶稣 和二马五师那两个门徒 解释给他听 是用旧约来解释 所有旧约是指着他说的 所以主耶稣在 在地上的时候 他所说的 都是 和犹太人说的 都是说 旧约是指向他 所以 彼得在五旬节之后 圣灵降临之后 彼得起身 讲道 五千人信主 你看 你看真些 他那篇讲章 全部讲旧约的 全部讲旧约 所以旧约是指向主耶稣 亦都 我相信主耶稣到成肉身之前是来过地上 在宝座上面看到的是圣子不是圣父 因为没有人见过圣父 即使在这里他望上天 坐上去 他说好似人 从来圣经没有形容 圣父是好似人 只是主耶稣是人子 只是主耶稣是好似人 所以这个 他所见到上面那个 宝座坐在上面的 我相信是和以赛亚 见到在宝座上面 坐着的是一样 是道成肉身 之前的主耶稣 那我们以前查 但以理书的时候 那三个朋友 但以理书第五章 他的三个朋友 是被扔到去火湖 尼布加利沙王 看上去见到多少个人 见到四个 第四个好像什么 好像人子 那个也是主耶稣 约书亚 未攻打进去 耶利哥之前 那天他在 约旦河边 见到耶和华军队的统帅 军队的统帅 那个不是天使 因为他向他下拜 那个也是 杜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 所以在旧约 也有主耶稣的出现 但是最明显 你回去看看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是说 以赛亚见过耶稣的荣耀 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 好了 宝座上仿佛有人的形状 才知道 意象当中没有看到神的本体 只是 他很小心很谨慎 说仿佛是神的形状 因为他不是看得那么清楚 因为他在地上 看上去天 我这里有说 旧约主耶稣 向亚伯拉罕显然 天使当中有一个是他 跟雅各 在雅各道口 摔割那个 摔割那个 那个是雅各向他下拜的 那个也是 杜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 向约翠亚显然 约翠亚记第五章第十三节 就是我刚才说的 攻打进去 之前看到耶和华军队的统帅 然后 启示录 启示录是 耶稣是用不同的形象 来到显示他自己 这个我们查启示录的时候 都查过了 好了 这里他说 统治朱天的神不是一位空洞的神 以西洁看到穷仓宝座 在活物上面 活物又在轮子旁边 轮子是捉到地上 在基罗伯 之上的那一位 即是 神给他首先看到 云彩 然后看到 四活物 然后看到 轮子 然后 最后 最后让他看到 天上面那个 宝座 即是神仍然坐在宝座上面 虽然 国就来忙了 还有七年就来忙了 德国又忙了 他又被老了 以西基又被老了 好像是很绝望的 会不会神是 让他看到 一幅图画就是 在这么动荡 的 世代当中 在他们要面对 亡国之痛 之前 神给他看到 神仍然还是坐在宝座上面作王 所以当神呼呼召他 来到成为神的先知的时候 无论那些人多么还紧 会不会是神给他的message 就是说你不用怕 因为 他还是坐在宝座上面 他控制了 他控制了 以西基的反应 第28节 一看见就苦福在地 又听到一位 说话的声音 说话声音要去到第2章 神开始跟他讲话 第1章完全没有对话 第1章是以西基自己说 他所见到的东西 但是当他见到宝座之后 在宝座上面那个是跟他讲话 那个就要去到第2章 第2章才开始有对话 神对他的呼召 神对他的鼓励 亦都告诉他 这些人是不会听你的 但是你都要做 都要做 第1章完全没有对话 完全只是看图画 神是让他看到这些图画之后 才跟他讲话 不是 但是呢 直接一来到就 呼召他 你来做才知道 就是神是让他看到 这么 轰动的图画 好了 我将我们自己代入去 以西结 当你看到这些图画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当然他在这里 他看到宝座的时候 他整个虎伏落地 因为他真的看到神的荣耀 全部出来了 神在宝座上面 之前四活物是代表神 有火焰在他们当中 但是他们不是神 轮子也不是神 但是当他看到宝座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神的出现 他就虎伏在地 记住他五年在异地 没有迹象 神有跟他说过 有呼召过他 所以神一来到就给他一个这么轰动的图画 这个是 就是他要耐心等候五年 如果那五年他是自暴自弃 放弃 神未必用到这个人 这个人是 一直那五年的时间 然后后来 一路我们大家查下去的时候 神叫他做一些很奇怪的事 他从来没有 跟神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有什么意思 没有用的 没有的 神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连神在 第24章 他们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 神告诉他我要拿走你的太太的生命 但是你不准哀哭 以后我们查到才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他都信服的 就是以色列的一生当中的那个信服 是神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跟这个弹以利是一样的 一样 所以神真的很奇妙 在那个亡国的时代 是 因为约西亚皇 的敬虔 是影响到这两个的年轻人 然后神是一先一后 在不同的地方 一个是 是放在皇宫 一个是放在那些 撥溢的人的当中 哪一个将来的事工是困难一点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一个是半君与半虎 尼伯格尼是一个很残暴的王 但以利几次是杀身之和 包括他后来年纪大祈祷 要扔下狮子坑 之前 也有过 很多的空险 是没有事来要杀他 因为那些 的人解不了王的梦 王很生气要杀了 然后但以利是求 来杀他那个 就说给他时间 他问神可以和王解到梦 所以有弹以利面对的挑战 就是在一个 很残暴外邦人的王面前 来到服侍 以世杰 以世杰是在那帮被老的人 这些人 很 伤心失望 亡国路 但是在异国 仍然还是撥溢 而他在他们当中 要来跟他们说 说你们要悔改 因为神的审判再来 但是当时不仅只是他一个人做先知 有很多的先知 去到第13章 我们会看 那些先知的信息给那些人是什么 没事的 平安平安 那当然是中听 但是 神其实是透过耶利米以前也是 透过以赛 全的信息都是说 你不悔改 你有和了 那些人就不喜欢听 所以耶利米是 被人租资的 被人扔了 到坑里面 别人不听 反而听到那些假先知 就说平安 没事的 你们继续 神继续祝福你们 没事的 以世杰面对的 一样 那些人是撥溢 那些人是不听话 那些人是信 那些假先知 他的信息 在后来 一直是应验 真的是神的惩罚 来到 到第23章 已经全部出现了 好了 这个第1章 第1章 很难 很难 因为 你要见到这些 解释异象 整张都是异象的 是很难的 特别是在卵那里 卵那里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卵 实在是不容易明白 好 我们还有几分钟 我们先进入第2章第3章 第2章第3章 第2章其实是跟着下的 就是当他见到这些东西之后 神就开始跟他说话 神跟他说话 这里 是坐在宝座上面跟他说的 当时 他是苦服在地 苦服在地 在第2章第3章 四次称呼他做人子 上次我们说 神本圣经 只有三个人 是称为人子 但以来是被称为一次 一次这么多 以西结是很多次 以西结被称为人子 是九十几次 所以以西结在神的心中 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 第三个称为人子的 就是主耶稣自己 所以 有人说以西结是 预表主耶稣 九十几次在以西结书 不是他自己叫自己做人子 是神称呼他做人子 人子 人子 是很亲切的 上帝首先叫他站起来 叫他站起来 他当时是苦服在地 因为是震撼于神的荣耀 看到神的宝座 所以他是苦服在地 神要他站起来 是说圣灵是帮他站起来 圣灵 上次说 以西结书是很多提圣灵 很多提圣灵 耶利米书很多提圣父 以赛亚书很多提圣子 以西结书很多次提到神的灵 我们知道是圣灵 上帝很清楚猜显他去到以色列文当中 去传讲神的话 但是同时间也是告诉他 这些以色列人 是勃异 是违背 是面无羞耻 心里肛硬 不听 然后 神在五六七八四节里面 都用勃异 这个词 来形容以色列人 又用 惊激和侄礼 是说你会面对很多困难 别人会用 蝎子 很陰险 惊激质来就是阻碍你的 蝎子就是来咬你的 毒你的 就用很多阴险 来害他 很大的问题就是 神你明知那些人不听 你差遣的先知去做什么 没作用 没作用 这个情况又好像以色列人 你记得 以色列人书第六章 神呼召以色列人之后 是告诉他 我这里有词 你去告诉百姓说 你们听的是听见却不明白 你怎么说他都不明白 听不入心 看是看见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深蒙之游 耳朵发尘 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 回头过来 便得医治 神说给以色列人听 我差遣你 去他们当中 但是他们不会听你的 以色列人说 主呀 这到什么时候为止 这些人不听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我所说的 然后 才是有效力 神跟他说 直到成一荒凉 无人居住 房屋 空闲无人 地土 极其荒凉 告诉他们 他们不听 他们不会悔改 但是神刀差 先知去 在这里 以色列人一样 一样 神是告诉他们 他们是不听 在他们中间 是很困难的 因为在他们中间 有很多假先知在 假先知告诉他们 平安平安 由大国没事 他出来做先知 最初那七年 就是要面对 这些假先知 是告诉他们 神听 耶路撒冷 没有事 但是以色列人 神给他看到的 就是 神的灵 离开圣殿 给他看到 是 耶路撒冷 是会被毁灭的 还叫他 是做很多 事情出来 下次我们会 会说 左边 躺在 右边躺在 是给他们看到 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他们 还不会改 毁灭就来到 但是在那七年 要面对 假先知 说平安平安平安 人家当然不听 他当然喜欢平安 平安的 然后 第二章有一样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神叫他 食落书卷 将书卷交给他 叫他食 食了他 食了他 到底这个是在异象当中 他好似 神给书卷他食落 但是不是真是 或是真是 神将 一卷书卷交给他 叫他食落 是真是呢 这个呢 大家的看法都不同 有些是说 这个是在异象当中的 这个是异象当中 不是真是 你吃一本书 怎么吃 那时候那些 那些书是用 葡萄做的 不是我们今天的纸 可以吃下去 可以消化的 所以是没办法 吃下去的 这个会不会是 在异象当中 神是交卷书给他 是叫他 吃下来呢 神是三次吩咐他 这个第2章第8节 然后去到第3章第1节 第3节 神是叫他 吃这些书卷 那吃书卷这一样东西 正经有多次出现的 我在这里有 词到 诗篇那里是说 耶和华的道理结诚传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 而给金子可善无 且给极多的精金可善无 给蜜甘甜 且给风房下滴的蜜甘甜 这里是说到 神的话语 好像蜂蜜甘甜 由诗篇119篇103 折华 你的言语在我的 上堂何等甘味 在我口中 给蜜甘甘甜 这里 我相信私人不是真是说 将书卷吃到口中 觉得甜 所以主耶稣 和门徒说 我的肉是可以吃 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没有人以为真是去咬耶稣一口 去吸血的 所以这个能不能够literal解释呢 我们在这里查经就说 如果很清楚是literal 我们就literal 千禧年真是一千年 六日创造真是六日 但是有一些 我们不能够 take it literal take it literal 你就是吃耶稣的血 吃耶稣的肉 饮耶稣的血 但是很明显耶稣是说 你要和我的关系是 生命的那个 连结的那个 不是真的说 要吃那样东西 所以 我觉得可能以西结这儿 以西结书这儿 既然整个前面是异象 神是被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的时候 很可能叫他吃那个书卷 都是在异象当中 就好像神将一个书卷 摆到他的口 叫他来吃 耶利米 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 耶稣说 万君之神 我得着你的言语 就当食物吃了 当食物吃了 耶利米这里是不是真的说 将神的言语 当食物是吃了下来呢 我相信这个不能够 literal 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所以耶利米这里是说 我将神的话语是 好像食物吃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将神的话语是这样 放在我里面 吃了下去的东西就跟我整个人 是一起的 不能再分开的 可能是指这个意思 在启示录 约翰也有这个经验 看第十章第九十 第十节 天使吩咐他要吃下书卷 他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 请你把小书卷给我 他对我说 你拿着吃尽了 便叫你肚子发苦 然而在你口中却要甜如蜜 他就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 接过来吃尽了 在口中觉得甜 在肚子觉得苦 土度觉得苦 因为那个书卷打开 就是一个一个的灾难 世界最大最大的灾难 但是灾难的尽头 是神要拯救犹太人 所以吃下口又甜 但是在肚子是苦 这个约翰是不是真的吃了下肚呢 这几度都是说 把神的话语是吃下去 是吃下去 我自己就觉得这个不可以literal解释 所以你回去你不要 吃了一本圣经 不要吃了一本圣经 但是这里是讲到 将神的话语 我们中国人最明白的 我们喜欢吃东西 将神的话语 好像我们很喜欢吃东西 这样是吃了下肚子 就是你对神的话语有胃口 我们经常说 对神的话语有胃口 要小小的嘴咀 不是真的吃了一本圣经 乃是我们 渴慕神的话语 到一个地步 是 好像我们喜欢 吃东西 吃了下去 是那么舒服 是那么甜 所以 这道神就是 吩咐他要去 传讲神的话语 但是才知道 怎样能传讲神的话语 他有神的话语在他里面 即是他要 明白神的话语 他有神的话语在他里面 他知道这些是神的话语 他就够胆说出来 那些人不听 那些人迫害他 他都够胆说出来 所以神这里 吩咐他 是要 三次吩咐他 将那些书卷 是吃了下来 那他吃下来 去到第3章 跳到第3章 开头那里 就是说他吃了之后 那个结果是怎样呢 他吃了那个神的信息 发觉 是甘甜 如蜜 他这里就没有说他吃了下去 是个肚腐 只是说 他是觉得甘甜 若寒 他吃下去就觉得是苦 但是嘴是甘甜 就是 又苦又甜 因为 若寒要传的信息 是 大灾难 迫基督 迫害 死很多人 但是 又是救苏 救苏犹太人 是两样的 一起 好了 最后这里我结束就是说 二万五司路上 当主耶稣和这两个是很 很伤心 很忧愁 忧愁 面带愁容 他们 是很失望的信徒 他们何时离开耶路撒冷去二万五司呢 耶稣復活的早上 他们有没有听到耶稣復活呢 有 那些妇女回来说 那也不信了 有两个门徒 大家记不记得是哪两个跑去耶稣的坟墓那里 看到是空的 有一个还看到里面有些东西 他就信了 记不记得是谁 彼得约翰是吗 谁先跑去 约翰 约翰跑去 约翰年轻 彼得老 约翰跑去那里 但是 抢着进去的那个 彼得 然后我说约翰看到里面 看到耶稣的 果尸布和包头巾 是原封不动地在那里 即是尸体不是被人偷了 尸体被人偷了 包住他的那些布是不会原封不动在那里 主耶稣的復活 是他身体从那里 好像 好像没有东西那样从那里出来 所以主耶稣復活了之后的身体是 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是可以穿墙过壁的 所以圣经你留意他 他说约翰看到这个就信了 不是被人偷了 又不是自己耶稣 还没死得了 现在挣扎 挣扎那些的布一定是 移动了 但是那些布是 原封不动包裹的 是放在那里 连那个包头巾 只是包着头那个 都是原封不动在那里 所以耶稣的復活 是好像正气那样出来 约翰看到就信了 约翰比德是他们中间的 十二个使徒之一 两个 说了这两个二万五师的使徒都走 都走 耶稣去到 跟他们说 耶稣是用旧约 用神的话语来到 跟他们说 然后后来耶稣 不见了 离开了的时候 他们说什么 他们被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后 我们的心 起不是火热的吗 他就把耶稣的话吃了下肚 这个就是吃了下肚 就是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热的动力 所以我们来到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 求主 叫我们不单止 在头脑上 明白 神的话语 有时我们都不明白的 好像轮子 我们到现在都不明白的 神的话语 还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 但是我们明白到神的心意 明白到更加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的心 是可以火热的 只有神的话语 是可以叫我们的心火热 好了 我们今晚时间到了 有没有问题 不要问轮子是什么 大家回去 试一下 试想想 为什么有个轮子 为什么就不四活物 四活物已经表现了 神那四种的性格 又表现了 四个活物是 是跟随圣灵的 完全跟随圣灵的 但是为什么要轮子跟着呢 轮子是 活物的灵在轮子那里 解来解去都不太解得到 可能真的解不了 真的不明白 不明白我们将来就明白 上到天上问耶稣 好 有没有问题 第多少页 是 口中觉得甜 肚子觉得苦 为什么 老约翰 启示录那里 神叫他 将那些 书卷 书卷吃下去 他是又苦又甜 而以西结 其他人 就吃了神的话 就是甜 我自己觉得是因为 约翰那个要写下的那个message 是一个很horrible的message 那个是耶稣形容那个世界的灾难 特别是后来的三年半 是世界前所未有 后来又见不到 前又见不到 所以他是看到 这些苦 他也知道这些苦是会在哪个身上 犹太人的身上 所以犹太人的苦 在前面 过去希特拉杀了六百万人 过去哪个又迫害他 那些是小仪科 他们因为 这么长时期的不信 在大灾难当中 他们要死三分之二 而且到最后 今天他很强 到最后他连自己 都要再灭国 耶稣再回来 他们就知道 这个是利塞 所以是又苦又甜的 这个是 这个是犹太人 其实犹太人的历史也是 又苦又甜 神简算他 又苦又甜 但是他们的将来又苦又甜 若汉是要写下这些东西的 所以在若汉来说 真是又苦又甜 不只是甜 是又苦又甜 所以说他的肚 两人都是苦的 OK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你这里说 有风又火 都是神显然的知识 神显然 对了 对了 不只是这样 有风又风 是不是神的显然 风火自己未必一定是代表神 但是这里是前奏 风火之后 然后四活物 四活物 然后 然后到最后才看到宝座 就是先是有 前奏 然后最后是要让他看到宝座 因为宝座上面那个要跟他讲话 所以风火 风火 风火可以说你说大火 东湾大火 有时你都会看到天突然间变了 我小时候很害怕 我看到天突然间变了红了 好像有大件事发生 但是这些是天象 所以天象不一定代表神的出现 但是这里就很明显是 所以不要反过来 神的出现之前会有 天象的改变 来带到 权力和威势出来 但是天象改变 不一定是代表神会出现 其实现在是 如果神出现 就是主耶稣再回来 现在神不会用这些天象来到 来到向我们讲话 为什么 神的话语全部在圣经里 自己回去查 已经有了 所以今天不要看有什么神迹 有些什么 因为全部都在圣经里 我们可以查 但是算不算是神对我们的惩罚呢 很难说 烧那么厉害 如果烧那么厉害 如果是神的惩罚 那为什么神惩罚 那边住在那边的人 是不是我们比他好呢 是不是住在Santa Rosa的人 那些人比较好呢 我想很难这样说 主耶稣的时代 塌了楼 死了几十个人 那些人问耶稣 耶稣说 如果你不悔改 你也是会被受罚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 那个是伏他们 不能够说伏他们 但是如果有些是 全球性的灾难 譬如Isis 全球性的灾难 回教所引起全球的灾难 特别是迫伯基督徒那些 那就有神的手在里面 这样也不同了 这样也不同了 现在有很多地方是迫伯基督徒 迫伯很厉害 但是迫伯是不是一定是神的惩罚呢 德州那个教会被人进去杀了 杀了二十几个人 是不是神惩罚他们呢 不是 不是 是罪恶 罪恶世界上 罪恶自然 神就会 我觉得那个都是迫伯教会的一部分 是敌对教会 迫伯教会 未来可能美国会有迫伯来 其实是已经来着了 不过神给一个 复伯给我们有几年的时间 看看 看看川普搞成怎样 如果不是川普 今天已经是 迫伯可能一步步来到了 未来都会来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做个结束祈祷 祈祷我们感谢你 你把你的话语写下来 虽然我们不是完全的明白 靠我们人的智慧 实在是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 神啊你的心意我们是知道的 你愿意万人得救 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你愿意罪人悔改 你是 好像一个慈父那样 当你施行 你的审判 你的惩罚的时候 你的心都痛的 希望藉着这些 我们能够认识你 我们能够回转 求主你是来到提醒我们 叫我们 一方面我们自己省策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 是给 世界上很多的东西 把我们的心 从你那里带走 求主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继续的 对你的话语 是有一个渴慕的心 我们不单止是 我认读你的话语 我们好像 你叫以色列一样 是将你的话语 吃了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力量 叫我们 看了你的话语之后 我们能够行出来 我们能够里面 有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 来到行出来 求主你 带领我们回家的脚步 保守我们平安 带领我们的家中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